坐这 表哥示意表弟坐下 表弟觉得恶心 反手就给了表哥一巴掌 只因他不想像其他戏子一样 沦为官商妇生们的玩物 虽然诸多戏子都无法避开这样的潜规则 但他却宛如一股清流 如此一尘不染凭见不遗之人 便是日后名流青史的一代名单梅兰芳 他出生在京剧世家 家里网上数五代都是梨园里讨生活的梨园 然而在他十三岁那年 大伯因在老佛爷的万寿节上 为首相没有穿红衣而被降罪 一指枷锁但凡撕破一点 脑袋就要落地 大伯的演艺生涯也就此断送 那个年代凌人地位低下 戏子就像是达官显贵们的梦 再红的绝也会让人瞧不起 梅家几代人都被束缚在这样的枷锁里 于是大伯想用亲身经历告诫梅兰芳 让他去过抬头挺胸的安生日子 大伯想让你离了离远行 打个退堂鼓 永远也不差 这封信对少年梅兰芳影响颇深 是就此荒废 还是让京剧继续发扬光大 这样的选择与纠缠伴随了他的一生 影响他一生的重要人物十三雁 也是在此时出现 十三雁的原型正是京剧大师谭新培 梅兰芳跟着这位灵界大王 学习唱戏做人 尊称他一生爷爷 转眼十年过去 梅兰芳此时已经小有名气 刚给大官们唱完 又要马不停蹄地赶回戏户 几乎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 但每当得到观众的满庞才 他丝毫也不觉得疲倦 这天刚刚下了戏 梅兰芳便急匆匆地赶去听个演讲 影响梅兰芳人生的另一主角出现了 他便是刘洋归来的高材生邱如白 对西方戏剧颇有研究的邱如白 决定在梨园会馆举办一场讲座 将那些名领们都请了来 今儿就是那么大伙聊天 既是聊天呢 只要我说的不对的 您站起来就搏我 反过来 我要是觉得您搏的不在里头 我反搏 邱如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他觉得京剧里处处都有着规矩 不管是对动作还是妆容都有着要求 这很大程度上束缚了表演者的表达 戏里头的人物也变得不自由 喜怒哀乐无法展现 七情六欲更是深埋于心 这一番言论 无疑让台下的名领们无法接受 费二爷甚至站起来阴阳怪气 我不但不能播你 我还得恭维你一句 太懂戏了 就连不懂戏的 你都知道这精细的办法是 被你闯中 但邱如白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 这一戏话 只有梅兰芳一人听进去了 他对此人想法与自己如出一辙而感到欣喜 于是在演讲结束后 便主动找上邱如白 浅浅交流之后又送上两张堂会的戏条 但此时的邱如白还不屑于看信 也不相信人们口中的一票难求 直到那日亲眼瞧见了梅兰芳的表演 这场堂会来的都是大人物 蔡元培 胡适 张继之 新老人物汇聚一堂来为梅兰芳捧唱 而台上的梅兰芳身段恶魔 唱词悠扬婉转 彻底让台下的邱如白挪不开眼 十三雁还故意回头问邱如白 这戏唱的好不好 邱如白没有理睬 眼神早已片刻不离台上的身影 被出神入化的表演彻底折服 结束后他立马书信一封 向梅兰芳表达了自己的崇拜之情 信中还提到了自己对于西方戏剧的理解 而梅兰芳读过信后颇有受益 一来一往之间 两人的情谊也正式开始建立 爷 这要倒退回去十年 看见佛月山给您的红马罐 我还不得贵 马屁呼呼 说事 这天陈老板身上不痛快说不唱 十三雁便临时决定 叫上梅兰芳与自己搭习 夜里两人登上戏台 合作表演了一出焚合弯 修如白也一如既往的前来捧场 戏后再次给梅兰芳送去一封信 柳盈春苦等了丈夫十八年 怎么丈夫到了家门口 她反倒像个死人一样 坐着一动不动呢 修如白的聊聊几句 让梅兰芳如梦初醒 于是便提出想给柳盈春加些身段 但却遭到了十三雁的反对 她认为这场戏应该在自己身上 然而第二天 梅兰芳还是想坚持自己的想法 擅自在台上赶了戏 虽然只有眼神和动作的细微变化 但却将人物演绎得更加灵动 十三雁也算惊艳老道 当场与梅兰芳做出默契配合 这出戏迎来了比往日更热烈的掌声 虽然迎来了满堂喝彩 爷爷守旧吗 爷爷不守旧啊 什么老规矩啊 爷爷不在乎 爷爷在乎的是 外人本来就瞅不起咱们李远合啊 你在戏上一会儿一改 这不人家更说咱们是朝三暮四的考不住吗 两人第一次有了激烈的冲突 梅兰芳谦逊有理尊敬前辈 但对于改戏他依然坚持着自己的态度 见两人真问不休 一旁的飞二爷出了个主意 建议爷俩打对台比试三场 究竟是违心还是守旧 由观众来做出选择 爷俩当场都硬了下来 秋如白对于梅兰芳今天改的戏十分赞许 得知了他要与十三雁打对台 连司法局的工作都辞了 秋如白一心要捧梅兰芳做最红的剧 他认为属于梅兰芳的时代就要来了 而另一边混混马三得知了消息 找上十三雁窜了一场赌局 与他五五分成 十三雁傲慢霸道只认为绝不会输 第一场就拿出看家本领唱舞戏 梅兰芳还真的输了 但他还有两次机会 梅兰芳在此时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不顾众人反对 冒着极大风险将精细改成新式悲剧 胜负在他心中已经不再重要 他更想要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 然而结果却是出乎意料的好 新式悲剧受到了广大青年学生的追跑 台下掌声围动 梅兰芳名动精诚 而十三雁看着寥寥无几的观众 终于意识到自己大势已去 众人都劝他第三场已经没有再比的必要 梅兰芳也不想闹得太僵 主动上门提出休战 但十三雁也有着自己的骄傲与坚持 输不丢人 怕财丢人 两人最终都选择尊重彼此尊重京剧 以最好的状态出战最后一场 两边的近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即使面对观众的瓜皮没血 十三雁也将戏唱到了最后一刻 梅兰芳还没得及羡慕就赶过来看他 怎么着 庄都没血就来看爷爷了 你穿着戏衣来到这个世上 留神把戏里的人物弄脏了 下回不可以 十三雁虽然骄傲自大 但他对于京剧的热爱却是极度纯粹的 虽然两人观念不同 但梅兰芳依然打心底里尊重这位前辈 悉心听着他的教诲 以后你大成了 名阳四海 你得大大方方的 踢不踢不在灵人的地位 带着十三雁这句最后的临终嘱托 梅兰芳正式接过他的班 继续向灵界大王步步靠近 属于梅兰芳的时代也正式到来 转眼梅兰芳成了亲 步入了中年 此时的他早已名震亚洲 甚至还收到了美国百老汇的邀请 然而对于这次机会 梅兰芳表现出了一丝犹豫 梅兰芳 我送您进去吧 您刚才叫我什么 您不是梅兰芳梅大爷吗 是梅的爷 不是梅大爷 梅的爷 女人再次叫住梅兰芳 撑起伞将她送入院内 不善交际的梅兰芳 直到好友介绍 才知道站在对面的女人是谁 东皇啊 天下第一女老少了 梦想东 六爷 我们名气小 哪在梅大爷眼里啊 您的名气可不小 人称东皇的梦小东师出名门 在女老生中算得上首屈一指 今日在雅极上与梅兰芳相遇 念不了要同台 给大家唱一曲游龙戏风 然而没唱两句梅小东就笑了场 没伴上 我怎么看您都是个男的 没伴上 怎么看您都是个女的 虽然没有伴上 当两人之间的配合还是相当默契 从此便开始搭档一起演出 他们在台上把男爵变成女爵 女爵又变成男爵 但爵之王佩虚生之后 既叫好又叫做 两人之间也渐渐地生出了情愫 这场戏一连演了一个月 今天是最后一场 梅兰芳告诉妻子扶芝芳自己想要早点去 于是妻子也决定今天去开开演 然而当芝芳来到戏院 看见两人在台上的惺惺相惜 瞬间明白了一切 戏后梅兰芳拿着伞找到孟小冬 那时候还了 我现在就没灵再来 其实两人都明白彼此的心意 但碍于种种他们无法袒露真心 您猜我许了什么愿 你知道我许了个什么愿 不许你说 我怕你许了愿 好想不得一样 但两人之间的情愫 终究还是被好兄弟秋如白 看在眼里 梅兰芳一直未曾答应去美国演出 于是她便私下找到孟小冬 想请她去劝劝梅兰芳 梅兰芳对着孟小冬 也终于第一次说出了自己的顾虑 她怕自己会说 咱们 本来就是看着千千万万人眼色吃饭的 还真是 但此刻梅兰芳心里只有一个愿望 那便是能和孟小冬 轻轻静静地去看一场电影 可正当两人决定要去世 戏院却在等着梅兰芳去救场 我要吃饭回魂呢 但最终 孟小冬还是选择 将梅兰芳送还给戏院 两人的关系到了这一步 不久后 梅兰芳的妻子福之芳 还是找上了门 吓你一大跳吧 没错 您请进来 这要让旁人看见了 还以为我拦着门不让您进 你敢 梅兰芳不是你的 也不是我的 她是祖儿的 短短的三句话 孟小冬明白了 梅兰芳不属于他们任何人 福之芳作为梅兰芳的妻子 却只是空有名分 从未真正得到过梅兰芳的心 曾经的她也唱过 但在结婚之后 便将全部心思都付给了家庭 从演出到日常生活巨细不已 专一照应着梅兰芳先生 孟小冬明白了她的用心良母 作为知己 她自然也知道梅兰芳的璀璨未来还未曾到人 兄弟邱如白也找上了孟小冬 她认为梅兰芳的戏场的如此动人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她的心底里一直是孤单的 而自从她遇到了孟小冬 两人的灵魂找到了依靠 邱如白害怕那份孤单就此消失 只要是毁了她这份孤单 这就毁了梅兰芳 孟小冬明白邱如白的意思 她也理解那份孤单的重要性 这一番话算是彻底摧毁了 孟小冬对于两人之间的幻想 她选择了放弃这段胆情 去成就梅兰芳 这天梅兰芳找上门来 正巧碰见孟小冬在收拾行李 她质问她是不是要走了 不是要走了 是永远再不和你见面了 孟小冬态度决绝 让梅兰芳不得不离开 不久之后她答应了访美的行程 孟小冬也决定离开北平 她将一封信交给邱如白 让她在美国首演时再交给梅兰芳 邱如白这才意识到 孟小冬选择了退出 然而刚刚知情的她 却早已安排了一名杀手 要在今天对孟小冬下手 她慌张地在宴会厅里寻找杀手身影 然而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孟小冬站住 男人摘下假发套 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是个男人还是女人 男人因为对梅兰芳的迷恋 早已分不清自己是男是女 而对于孟小冬与梅兰芳的亲近 她更是恨之入骨 而梅兰芳在此刻 站出来将孟小冬护在身后 小只以礼动之以情 终于感化了冲动的男人 可在她放下枪准备逃走时 却倒在了赶来警察的枪口之下 当晚孟小冬与梅兰芳做了最后的道理 唱戏多年 这一晚梅兰芳第一次留下了属于自己的眼泪 她将再次回到那份孤单里 压抑着内心深处的情感继续前行 1930年 梅兰芳来到了美国纽约 然而在正式演出前 她得知了那天刺杀孟小冬的真相 竟是由她的好兄弟邱如白一手安排的 邱如白面对梅兰芳的质问 也毫不隐藏地坦白了一切 梅兰芳 你只差一步你就出神话了 我不允许任何人当你的道理 哪怕是这件事情的做错 梅兰芳陷入了复杂的情绪之中 在灯台演出前 她再次打开了大伯留给她的心 大伯想让你无常 可兴许你就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孩子 那你就好好唱 那你就千人万人 带着你的指甲锁 甭回头 一股劲地走到底儿吧 梅兰芳最终还是 毅然决然地登上了百老会的舞台 像金发碧眼的外国友人 展现了东方女性的鸟鸟婷婷 仿如天音的歌喉 也向世界展现了中国京剧的魅力 梅兰芳的演出 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表演结束后 她换好礼服剂毒登台谢幕 礼堂里的掌声也绵延不举 观众们像这位伟大的艺术家 致以最热烈的崇拜和喜爱 时间转眼来到1937年 日本人进攻北平 迫于形势梅兰芳向大众宣告 暂时告别京剧 准备举家迁往上海 丘如白无法接受这个决定 她想要阻止梅兰芳 说不成就不成了 梅姐三杯人的心血 说扔就扔下了 啊 你舍得我还舍不得 她日本人要是不走 难道京剧就该亡了 只要京剧还在 这个我亡不了 丘如白的一番灵魂拷问 深深触动着梅兰芳 但迫于形势 以及为了家人的安危考虑 她还是坐上火车前往上海 但在不久后 一个叫田中的日本人找上门来 她是梅兰芳的大戏民 想要邀请梅兰芳前去演出 她曾经告诉过上司 只有征服了梅兰芳 才能真正征服中国人 但梅兰芳态度坚决 拒绝了田中的邀请 我一直以为再做一件好事 不管中国怎么样 至少梅兰芳还在 有人要看一眼 那么脏的梅兰芳 梅兰芳作为一个中国人 有着她自己的原则和血性 但上司却不如田中那般尊敬梅兰芳 直接将她带去监禁 甚至言辞侮辱和威胁 但梅兰芳始终宁死不屈 田中只好迂回地找到邱如白 想让她帮忙劝说梅兰芳答应演出 邱如白陷入了挣扎 上次一别之后 两人已经很久没了联系 这是她偶然看见茶楼里 有人在台上糟蹋梅兰芳的戏 她害怕这些年来 梅兰芳与自己的努力都复之东流 真正的好戏销声匿迹 于是她擅自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 匿名向电台发出梅兰芳要付出的消息 最后得知消息的梅兰芳万分差异 她还不明所以 但一些激进的群众为了发泄 甚至砸烂了梅兰芳家里的窗户 因为日本人要求表演的时间 与攻占南京的计划有关 邱如白这才恍然大悟自己落入了圈套 但一切都晚了 梅兰芳此时在民众心里的形象已经被抹黑 但她为了证明自己坚定不移的立场 召开了一场记者招待会 并在此前给自己打了一针伤寒针 让自己高烧不退 喉咙嘶哑 甚至还续起了胡须 向所有戏迷和观众表明了态度 绝不会向日本人屈服 终于1945年抗战胜利 梅兰芳再次被喜欢她的人簇拥 接着戏台大幕缓缓拉开 梅兰芳一生的奋斗与坚持 终于在此刻得以不朽 或许梅兰芳的一生 依然如同梅家三代人一样 一辈子背负着一块指甲锁 但她却始终坚持自己的态度与立场 走出了一条属于梅兰芳的大师之路 一代京剧大师的艺术人生可谓传奇 也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独树一帜的艺术流派 在五光十色的固定形式之中 跳动着生命盎然的脉搏